全球突变 每个国家选择天选者 进入规则怪谈世界生存 而你刚成为魔帝归来 就被幸运选上 代表华夏在里面生存七天 如今各国选手纷纷遭重 落得肯青菜硬熬的下场 连最强的米国选手叼扎天 因为猪瘾犯了 导致建立起的优势荡然无存 唯独你在这里过得像度假一样 无据伽玛射线 无视规则 洗得各国高层后操牙都咬碎了 伴随着第三天开启 戈壁老王又来了 只因昨天没换到猫粮 又被狗蛋暴虐一通 临走前发现你玩过拳皇 想到自己年轻时 还曾上过职业联赛 随前来约战 赢了猫粮给他 输了手中的纸条送你 此话一想 花下高层惊了 陈平安竟然触发隐藏规则 其他人不是被老王吓得不敢开门 就是被零元购 那像你把他摁在地上摩擦 随紧急表态 一定要拿到那个纸条 那可能是决定本局胜利的关键 听着这话 你来了兴趣 本打算直接抢 但这样就没意思了 虽然狗蛋上去跟老王打拳皇 哦吼 让猫来跟我打 怕不是吃了痣 老王兴奋不已 昨天失去的自信 要在狗蛋身上找回来 半小时后 老王倒心破碎 他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连只猫都没打过 还被一穿三 那八神玩的 小孩来了 都得喝水才能赢吧 最后你觉得老王有点可怜 拿走纸条后给了他一袋猫粮 顺手将信息传给了外界 华夏高层见状紧忙研究 纸条上写着 妈妈会提前两天回来 在此之前 必须保证自己 以及房子的干净 轰隆一声 高层脑袋炸了 这绝对是决定胜利的消息 传令下去 直接封锁 列为一级机密 其余国家虽然知道你得到线索 但却不知内容 纷纷选择与华夏连线 因为他们做过评估 让天选者跟老王进行交换 死亡率高达恐怖的 99.99% 因为米国吊炸天 就是个好例子 很快 辉雄国付出巨大资源代价 跟华夏达成了PY交易 米国又样学样 也发来视频通话 却被直接拒绝 我不听 我不听 网吧念经 最后米国没办法了 发了一段视频过去 点开一看 他们国家所有高层 整齐划一 满脸假笑道 哦 华夏 Dear my friends 整个视频都是各种商业吹嘘 看完后 华夏高层也回敬一个 当米国众人大开的那一刻 直接一帮军装大佬 对着屏幕齐声道 滚 此时此刻 米国总统摔烂了科技屏 副总统一拳锤在桌子上 骨折了 国防部长也咬碎了 刚补好的后草牙 没办法 他们只能提醒刁闸天 去跟老王做交易 那是关系到最终胜利 文庭此言 刁闸天都疯了 没看到老子昨天被零元购吗 那个皮影如此重的邻居 你让我去跟他交换猫粮 当我是新手夜战神Eason吗 夜晚时分 你对妈妈提前两天回来 丝毫不感兴趣 大不了直接做掉便是 屈屈拭目 何况还是个数据 先睡一觉 捏几次 你早早便入眠 突然 卧室里发出咚咚咚的声响 规则时 如果异想是从房间内发出 必须立刻穿上衣柜里的黑色服饰 卧槽 陈平安快去啊 怎么还睡呢 睡屁饭啦 华夏群众纷纷出声 可下一秒 不可思议的一幕 发生了 你翻了翻身 似是在说梦话般道 何方萧萧 敢打扰本地安睡 这一声王者之音 在卧室里荡漾许久 刚那怪异的东声响 一下子就被冲散了 此时直播间的群众们 都惊呆了 这就是王霸之气吗 太帅了呀 而且藏在你床里面的诡异 已经吓傻了 卧槽 刚那是什么声音 直击心灵 太他妈诡异了 睡觉的人究竟是何方神圣啊 咦 不对 按理说我是诡异 不应该怕他 算了算了 惹不起我 还狗不起吗 与此同时 吊炸天就没那么好运了 本来就在房间里饿了一天 头昏眼花 当听到异象时 他第一时间冲到衣柜前 疯狂寻找那件黑色衣服 好不容易找到死 腰炸天懵了 米国群众傻了 高层们疯了 那唯一一件黑色衣服 竟然是一件嗨死 炸天啊 一件杀了我吧 世俗总要 男人无惧无畏